EMD今天官方宣布 将于北京时间2022年1月14日 星期二23点举办2022年新品首发会 EMD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兹峰博士 将会主持本次发布会 重点介绍即将推出的 EMD锐龙处理器 EMD RIDEN显卡 以及相关创新和解决方案 EMD没有透露更多产品细节 但毫无疑问 处理器将会有两大系列 一是桌面上的锐龙6000系列 代号Vermere S 在现有7纳米Zen 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基础上 3D堆叠额外的缓存 游戏性能平均可提升15% 二是移动端的锐龙6000Hm除以6000有系列 代号Ramblant 预计CPU架构升级Zen 3家 GPU架构升级RDNA2 制造工艺也升级6纳米 至于CN4架构 之前预计要到明年底 最新爆料称可能会提前到明年年中 或许会在Computex 2022台北电脑展上推出 显卡方面 肯定会宣布入门级的RX6500 XTRX6400 当然上市还要一段时间 而且应该还有更多产品 本届CES2022大展期间 Intel将会推出12代酷睿周面版VK系列型号 笔记本移动版 并宣布UltraMist Earth游戏显卡 NVIDIA则有望推出RDX30系列的更多型号 包括桌面版 移动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